这个是一个盘子 每个人家都会买这种背影的盘子 为什么我做这个样子 就是已经做好了 用一个胶袋套住来 为什么要套大它两天三天 没有时间一个月也可以 最重要你令到里面的铁纸 因为我们买回来的铁纸 铁纸里面很难吸出来 所以我用这个铁纸的发明就是这样 首先呢 准备一个铁纸 然后呢 你要怎么做呢 这些铁纸已经领了 我现在拿出来 这些是保鲜纸 保鲜纸 加一个筷子 我做通常铁纸 哈哈哈哈 你看 这些就是包纸 为什么要包纸呢 这些铁纸的东西很难拖的 你看你看 啊 拖出来了 拖出来了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呢 根本上吸不出来的 还有好安真的 啊 那刮掉先 啊 刮掉了 啊 全部都刮掉先 我不用这么浪费时间了 刮得很光精的 真的很光精的 啊 我又给你看一下 嗯 来这边 我给你看一下 啊 啊 刮掉了之后呢 啊 刮掉了之后呢 啊 刮掉了之后呢 我们就拿个铁纸茶 去这边 啊 灰水了 哇 刮几个厚公斤了 你看 啊 啊 啊 它已经连了大概 又有一个厚公斤了 啊 你看 啊 拆一点点 啊 没关系 你最来一次 因为它已经圆了了 经过一段时间 啊 啊 它还要 擠得很紧 没关系 我放一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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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粉 啊 啊 慢慢拆 慢慢拆 这些沙粉来的 因为 如果你这样就弄不到 一定要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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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它可能切得太紧了 所以最后呢 我都用到 啊 啊 这些沙粉 以前都没有试过 刚刚发明的 哈哈 啊 我的灵感就是 垂死来的了 就这么简单了 你看 我冲一下 哇 完全没有了 你看 你看 真的难了 我应该还有抹光剪给你们看 啊 对不对 灸籍没有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如果我们 啊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有一张灸籍的 啊 我们有一张灸籍的 比如啊 一张灸籍的 一张灸籍的 这张灸籍 拆住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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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呢 啊 啊 我就先 就拿个 啊 啊 拆住来 如果可以拆就拆 如果不可以拆就没关系 你放在一边 也可以 放在一边 它里面已经 溫住它的了 放在一边 拿个盘子 啊 这样装着一边 也可以 留下它 啊 一定要吃个奥斯斯小时 一个星期一个月 也可以 随便你的时分啦 OK 嗯 好 拜拜 好不好 耶 拜拜